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荊州最前線三億搶先看 我是郭亞惠 台灣有個數字 拿下了世界第一 台灣人超級不愛生小孩 這兩年跟南韓輪流 搶著做全世界 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我們的生育率 已經連續三年 生不如死 出生率低於死亡率 但奏成這個結果 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荊州刊點出了 政府努力二十年 但是是不是努力錯方向了 如果以結婚 有生小孩的女性來看的話 一九九八年到現在 生育率的數字 其實是不降反生 意思是女生結婚之後 不單單有生 還生不止一胎 婚後依舊是生兩個孩子 在二零一零年之後 甚至生的還更多 所以問題並不在這裡 真正讓生育率 在去年跌到歷史新低 百分之零點八七 最關鍵的 其實是這一群未婚族 正以驚人的速度在擴大 我們社會上 沒有結婚的女性越來越多 如果以二十五歲到四十五歲 這未婚率是超過四成九的 這代表兩個女性 就有一個未婚 無偶率二十年來 暴增了二十個百分點 台灣女性從晚婚晚生 已經變成非自願的 終生未婚未育 那過去呢 在討論少子化 比較少會看到 這一群未婚族的存在 今天我們要歡迎的是 金周刊資深記者 陳彥恆一開來加入討論 葉恆無安 你好 好 葉恆 調查過程當中 有沒有讓你比較驚訝的 一些新發現呢 你觀察到什麼 是 就是台灣 少子化的問題 其實已經二十年 那加上台灣還是一個 比較婚育一體的觀念 就是說我們的非婚生育率 只有百分之五 所以對台灣人來講 如果你沒有進入婚姻 幾乎就不會生子 所以在結婚的人 越來越少的這個狀況下 就算我們現在的 已婚的家庭 再怎麼樣維持過去的 這個生育水準 其實都很難去阻止 少子化這件事情 那但是過去 我們也會發現說 我們政府好像比較少 在關注未婚族群這一塊 也沒有把怎麼樣 降低未婚率這件事情 放進少子化的對策裡 比較著重在後面 我們去怎麼樣去照顧 這些育兒家庭 怎麼去減輕他們的負擔 所以我們覺得這一塊 是政策上面比較遺漏的部分 可能接下來要補強的地方 的確 彥恆剛剛提到說 因為這個出生率 其實攸關的是國家競爭力 世界各國都挺重視的 日本比台灣早了四十年 發現未婚族群這個現象 大家現在看到這圖表 紅色的就是有關於 日本生育率的部分 他們在降到一點三的時候 就發現不對勁 所以及時出手了 重點是放在拼結婚率 比方像是讓公司含號 有很多的漣漪機會 如果日本的情侶收入不高 但打算要結婚的話 那日本政府會發一筆補助金 來鼓勵成家 所以我們繼續要請教彥恆 像這些方法 在台灣如果也這樣做 會有效嗎 台灣未婚族比較害怕的是什麼呢 是 我們這一程 為了了解未婚族在想什麼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問卷 做了一個民調 那會發現說 其實台灣的未婚族是有百分之五十六 其實是想要結婚的 甚至有超過四成的未婚族 是想要生小孩的 但可能是遇到 現在遇到了一些狀況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走進婚姻 對 那這個狀況是什麼呢 就是說除了找不到對象 這件事情之外 其實最大的因素還是經濟因素 對 就是在想結婚 但目前沒有結婚的人 裡面有大概百分之五十的人 表示他們曾經因為要買房 或是計畫買房 所以導致他們晚婚 甚至最後就未婚 對 所以經濟因素這件事情 還是一個政府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也在問卷裡面去詢問了 如果怎麼樣 政府提供什麼樣的誘因 會讓民眾可能更想要結婚 對 那最多人選擇的是 提供結婚基金這一塊 就是日本現在已經在做的 那接下來還有的是 提供新婚夫婦的一些購物的補助 或者是在已婚的稅率上面 可以做一些優惠 這些其實新加坡也有在做 對 那另外當然還有包括一些 有加強兩性的平權 或是親子教育 讓可能更多的年輕人 對婚姻的恐懼會降低一點 對 所以在少始化越嚴重的 這個狀況下 其實我認為說政府應該 往前一個階段去思考 是怎麼樣幫助想婚的人 先排除他們的結婚的障礙 讓他們順利進入婚姻之後 才有可能再去申請 好 彥和剛剛說到 也就是在這個調查當中 如果說可以申請結婚基金 或者先婚夫妻在購物的時候有補助 還是說夫妻一起報稅 會比單身的人便宜更多 那的確有四到五成的民眾 會重新考慮一下結個婚也不錯 那至於那些沒有結婚的族群 也就有超過一半 他們說即使單身 也會考慮想要生小孩 在二零一三年以前 臺灣動軟的女性 每年是不到三十個人 那您知道嗎 到去年已經有上千人 這些未婚生育權的保障 還有人工升職的鬆綁 都是催生政策更多元的可能 這個禮拜的 今週最前線 三逆搶先看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